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我们上期呢是带大家带来一只我们来自于德国的Hexbox Gino Nami的一个机械小动物 上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紫色小海马 我们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一只水中的一个小的动物 也是非常的可爱 它是一只粉红色的小水母 然后它也是在五分钟之后会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 如果你不打扰它的话 我们还可以通过敲击它外面的小玻璃 然后让它进行一个震动 就能够把我们的小水母进行一个唤醒 啊,很棒的一个设计 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或者是想看它更多的视频的话 来自于我们Hexbox的这种机械纳米的电子小宠物的话呢 都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然后我们频道当中是有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神奇的玩具等着你去开发 嗯,非常欢迎小朋友呢能够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视频的推出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 就能够及时的收看我们每天最新的推出的视频啦 它这个套装当中呢 还会附送我们小朋友三个这样的一个纽扣电池 同时呢它是一个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的小朋友的一个玩具组组件 你可以把它放在浴缸里面玩 它是一个防水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的这个飘浮的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里面还会附送我们小朋友一个这种珊瑚礁 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开箱 以及组装了一个展示 这边呢是我们蓝色的这种深海 模仿我们深海当中那个珊瑚礁 等会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水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可以把它装好了之后 等会给大家呢把它放到我们的水槽 或者是做一个大大的泳池 给它放到我们泳池当中 我们首先是先要把它的电池呢 给它装装好 我们把水呢放在这边 我们也可以把上期呢 跟大家带来的这个小海马的珊瑚礁 也放在下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它好像会转圈圈 然后会上下漂浮 分成了漂亮 分成了漂亮 还会发一点点小小的亮光 还会发一点点小小的亮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可以看到呢 它会上下上下来回跑 超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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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好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 我们今天给你带一张的一个 来自于我们德国hexbox的一个智能电子小宠物 今天呢是一个粉色的小云母 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他赞 如果你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能够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不忘了在视频的下方呢 留下你们跑过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